不哭,45度仰望天空树内有外患的火箭,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保罗和乔治一天一个大霹雳,保罗乔治留在了雷霆队,詹姆斯入住了胡人队,火箭仍然什么还没有得到,反倒是阿里扎被太阳挖走了,一分钱难倒英雄汉,可火箭却有着几千万的差距,谈到火箭的薪资,莱恩·安德森这个名字,必定会被提及, 谈到火箭的薪资,克里斯·保罗这个名字必定会被提及,谈到火箭的薪资,莫雷当初的签约选择,必定会被提及,但是火箭如今内有外患,真的可以怪他吗? 莫雷刚刚经历了满平的大合同,帕森斯获得四年九千四百八十万的顶薪,康利获得五年一点五三亿的顶薪,卢尔邓获得四年七千二百万的顶薪等等,现在又要让球员们降薪,这是不可逆的,所以这是大势所趋,保罗为了生涯后期的生活保障,而所要顶薪,无可厚非, 莫雷为了球队拥有更强的实力,给安德森一份大合同,同样无可厚非,保罗,安德森和阿里扎七月一日自由市场打开,莫雷的第一条消息就是克里斯·保罗四年一点六亿留守火箭,顿时舆论一片哗然,火箭的空间所剩无几,还有卡佩拉和阿里扎要续约,还要进行侧翼的补强,但随后又是一条冷水泼过来,阿里扎和太阳, 达成了一年一千五百万的口头协议,这时候我们清醒了,或许火箭能留下卡佩拉就不错了,可是,西决赛场上,别杜兰特一个接一个单打的镜头还粒粒在目,宗冠军真的只是梦想,泡沫在上赛季已经破灭了,我想火箭不会就此屈服的,看看雷霆的大手笔吧, 1.56一心金,1.3一奢尺碎,不奢求火箭如此阔绰,但这会是有个机会,雷霆有沉重的奢尺碎,安东尼在雷霆的地位尴尬,火箭需要强力小前锋来填充侧翼,或许安东尼的防守会是漏洞,但是他后时的身体在低位防守中依然有着优势, 各取所需,皆大欢喜,需要安东尼在34岁的年龄还敢挑战未知的勇气,需要火箭为这位老将做出一些保证,哈登,保罗克安德森当然最完美的方式是首先将安德森交易出去,不过薪资依然是最大的问题,安德森还有两年4000万的合同, 即使功能排队完全老化,也没有球队愿意轻易为火箭排油解难,但是火箭却没有什么多余的筹码,队内的球员们,自己不能动,选秀拳,别人不想动,安德森最喜欢做的一个动作是45度仰王上空,从一个千万先生,到任人嫌弃,从当初的壮志愁愁,到现在的格格不入,不能哭,这一切真的不是他的错, 安德森一分钱男英雄汉,莫为至今还没有亮眼表现,阿里扎出走,风险还是大问题,卡佩拉追求顶心,无可厚非,保罗索要顶心,无可厚非,卡佩拉索要大合同,同样无可厚非,没有外患的火箭,该如何解这些难题? 羡慕勇士们的将心,敬佩雷霆们的阔绰,一天一个大霹雳,保罗乔治留在了雷霆队,詹姆兹入入了胡人队,下一个霹雳会属于火箭吗?